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特别喜欢被聚光灯包围的感觉 时隔十年我又登上这个舞台 就是又重回了那种感觉 我太开心了 妈妈咪啊 我来了 加油 I thought I was through singing and melancholy sound Now the tune is the same and every word is coming true I guess that's the danger in loving you We're Vander Woman multiph prova pays I'm I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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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i love is it from god you work real hard geti love geti love geti love is it all fake i'm in l.a geti love i ai oh geti love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王丹 我来自河南 新乡市 我是两个男孩的妈妈 今天这个表演很精彩 谢谢 谢谢 好紧张的 我其实是不敢看 你们三位的 是我一直看后面 害怕忘动作 害怕我紧张 但是你刚才舞台的表现 可一点看不出来 可舒展了 而且感觉我被魅惑到了 哇 太感谢了 为什么会来到妈妈咪啊 就是我特别喜欢舞台 我特别喜欢 被这个聚光灯包围的感觉 十年前我是一名 CBA篮球宝贝 是北京首钢巅峰拉拉队的一员 就是我特别喜欢当时的工作 就是有我的同事 有我的朋友 就是每天我们会训练 会在舞台上表演 就那种感觉是特别棒的 就是我非常自信 非常充实 且我非常阳光当时 现在也很阳光啊 现在还好吧 就是 怎么都暗淡了 就稳重了一些嘛 就是今天来到这儿 我就是时隔十年 我重新找到了这个舞台的感觉 时隔十年 这也太久了 那你还记得当时的舞步吗 记得 当时有一段就是我们每一场都会跳的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好啊 好啊 来了 终场休息 全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嗨起来 哇 首钢队上半场这是领先了 好开心啊 挺好挺好 活力满满 感受到了 当时为什么会离开 当时我二十四岁 就是遇到了我的老公 然后就结了婚 直接从北京回到我的家乡新乡 但是现在我的工作是当地的一名 就是探店博主 这家人间做冰品的火锅 咱再来一次 棒棒棒棒 这个冷锅鸭血像豆皮一样 咚咚咚的 越煮越嫩 再蘸上它这个小料 又焦又酥 胃口下去太满足了 然后口感特别的棒 那你是怎么样当上探店博主的呢 我是结过婚以后 就是有了两个可爱的宝宝 我就当起了全职宝妈 但是我越来越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就是所有的时间都在宝宝身上 然后出去跟朋友吃饭 真的就是 这对我来说就是奢侈 就是我出去跟别人交谈 我说的都是宝宝 但别人说的都是他们工作 就非常开心的事情在外面一些 就是我觉得我与这个社会已经脱节了 然后就慢慢地 我越来越就是很自卑很自闭 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就是我自己在家很空 不想再在家待下去了是吧 对我真的就是不想在家待了 就是我快崩溃了 我决定要出来 然后就朋友介绍 说有一个探店你干嘛 我说我太开心了 我终于可以穿上我美丽的衣服 站在镜头前了 我还有同事 跟他们分享我的生活 就特别棒那种感觉 就是我挣脱了那个束缚 从那个真空走出来了 对 那对着镜头要去介绍 其实你要做很多的按头工作 要做很多前期的准备的 这个过程顺利不 刚开始非常不顺利 因为我本来这个口语能力就非常非常差 面对人说话 我都会心跳 就是都会脸红 或者就是脑袋空白 这其实挺难的 这个需要很多的努力去克服吧 对 从流学起 反正我就一直练 我第一个阶段是 就是非常的不自信 就是像背台词一样 就是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蛋姐 然后后来有一个小导演告诉我说 想让别人记住你 你就要有自己的特点 这是你先把你自己的风格走出来 于是我就变成了油腻姐姐 油腻姐姐 油腻姐姐是 来 来 妈妈门门响的舞台 妈妈闭眼 但姐夫上 她自己刚才演完你脚趾抠地 你自己笑了 你刚才自己表现 我自己都觉得很尴尬 但笑的那一瞬间解腻了 对 我越疯狂就是别人能记住 我先黑自己 然后就是我的流量 慢慢就上去了 红了 我们本地人会认出来我 戴口罩也会的 你第一次被人认出来 你心里面什么感觉 开心的向左花 我其实都想哭了 之前是什么都不会 就是我现在慢慢也会写脚本 剪片子 就是还有包括制作干嘛 都是我自己 被别人认出来以后 他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认可 我突破了自我 战胜了自我 就很自豪 他其实挺不容易的 他是真的在为了自己的这份工作 去做很多大胆的尝试 我觉得你确实很热爱你的这份事业 我借此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我也想宣传一下我自己 我的号是淡姐 逛遍新乡 我也想就是逛遍新乡 逛出河南 逛到各个的城市 我想问一下 家里边人对你现在红了什么评价 就不看 不管不问 你别让我知道 我不管 我家人就特别的反对 极力反对我干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希望我抛头露面 就是在家带好娃 这个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就是我干这件事情 他们觉得是浪费时间 你就在家看好孩子 管好学习就好了 那你怎么顺服他们呢 如果他们的反对这么强烈的话 就是我内外协调 我与他们闹了一场 但是我们都很激烈 你不是内外协调吗 怎么又闹了一场 内外协调 那么就是 先闹 先闹吧 再协调 还不光是我闹 我家人也闹 就是为此他们连桌子都给我摔了 不能出来 家里人 熊二姐要去给你打爆不平了 站出来跟我聊两句 家里人是谁 是我老公了 就是爸爸妈妈呢 对你这个 也是不是很支持 不想让我就是干 抛头露脸的这种事情 所以他在打压你 对在打压我 然后那是 我要做给你们看 就是我早上 把娃送到学校之后 我在就是中间的这段时间 就是我探店的时间 然后四五点钟 我再去接娃 辅导作业 然后指导他们睡觉 哇你好难哦 就是你要证明 不耽误带娃 是不是 好位置啊 然后时间长了 我就这样 一直这样下去 但事实上 你就付出了全部的时间 你没有可以喘息的 就是他得证明 我得先把这个 我在家里的事 我得做好 然后才抽空去干自己的工作 还能干得这么好 你现在完全是靠着 自己的一腔热血 和那种不服输的劲儿在撑呢 太累了 并且甚至现在 还其实在顶着家庭的压力 压力 在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来这儿 我家人都不支持的 这是我自己 自己过来的 然后就想挣夺自己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真的就成功了 我觉得你今天就得舞出自己的人生 对 我觉得今天在舞台上 不像十年前 你是给别人加油 我觉得今天那段舞 是为自己而跳的 对 今天我是主角 谢谢 真是不容易 真不容易 哎呦 也特别希望你家里边人能够看一下 真的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 因为有的时候 家人会比较强势 比较传统 觉得女孩子结婚之后 就不要在外面抛头露面了 就一定要带娃 但其实女人也有自己的事业心 真的我希望老公可以看一下 我不相信工作忙到 没有时间送一次孩子早上 接一次孩子放学 陪一次孩子的作业 其实真的要给妈妈多留一些时间 真的很心疼你 所以我也希望为你的舞台之路 注意把力 加油 蛋剑 谢谢老师 我觉得你好需要被看见 对 就是你作为王丹这个人 很需要被看见 我们去站上一个聚光灯 更明亮的舞台 巅峰之夜剑 谢谢老师 大家现在都说全职妈妈 这是一个称呼嘛 但是其实没有妈妈 会把当妈妈当成一份工作来做的 就是我们在照顾孩子是投入了所有的时间 精力和几乎满满的爱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有时候时间长了 我们也会去问说我自己是谁 我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我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 就是因为顶着这么大的压力 其实你虽然一直在笑 但是其实我们有说到这个 你心里的时候马上就会哭了 我觉得你心里其实还蛮苦的 真的希望你家人也来看这个节目 然后真的能心疼心疼你 在精神上和情绪上 需要一些温柔以待 当然给你拍单 是因为你跳得真的太好了 谢谢老师 谢谢蛋姐 早日带我们逛全国好不好 上微博搜索妈妈面画题页 参与投票互动 见证妈妈们的高光时刻 有请下一位妈妈 哈喽大家好 我叫米兰 米饭的米兰就拉面的兰 来自西非加纳 我现在是两个可爱的宝宝的妈妈 我是苏州四恒学校的 一名戏剧老师 咱们妈咪啊 终于是来了一位外国的妈妈了 作为球迷 加纳我特别熟悉 每次世界杯都有加纳 而且实力很厉害 是的 那加纳除了足球厉害 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加纳的话 有很多很多好东西 就是我们喜欢唱歌跳舞 也有很多美食 那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 想教会你们一首歌 加纳人是这样子的哈 很好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喜欢打手骨然后跳舞 那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 那不能少一个比就手骨 所以我再过来了 你们愿不愿意学啊 愿意 好 那我先教一下哈 首先呢 比如说有人打你的说 是不是很疼 打你你该说啥呀 哎呦 哎呦 哎呦嘛哎呦啊 应该说哎呀 然后先教一下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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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支就是 哇哇哭 哇哇哭 Single like Single like 哎呦嘛啊 太棒了 然后呢 我先把这首歌唱 你们看一下什么说叫 哎呀 什么说叫哇哇哭 Single like 先听一下哈 啦啦以口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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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那我想让我们的 白克力老师先上舞台一下 可以吗 我一来就是我上舞台 因为你比较了解加纳嘛 你喜欢足球呢 你就过来啊 那行吧 好 那现在是这样子 我先教你一点点 一个很简单的 后面快的时候 对 就是这样 这个怎么有点像贵州那边的舞 对 很简单 是吧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就开始了 你帮我给他们提醒他们一下 哎呀 好 娃娃 哭 我看你唱得特别好 我来提醒 对啊 好 来 没想到这么速成吧 这个教训 行吧 我就当我会了吧 用快转 у嗝 这手も言打个 敢言的 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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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即依不能挖在啦 哎呀 这个 起来一句 起来一句 哇 哇 哭 我来一句 快 哇 哇 哭 心 吧 快 哇 哖 快 哇 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不知道白克力什么感觉 反正我跟首尔虽然离得跟舞台有距离 但是他那手骨一打起来 律动一出来了之后 马上就被带进去了 特别好 气氛特别好 谢谢 谢谢 米兰你这中文说得太好了 你来中国多久了 我08年来到中国 然后到现在 对 就是为了要来中国学习吗 不是 不是 我受我爸爸的影响 因为我爸爸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 但是我跟我爸爸在纸条上面写了一个协议 说我到17、18岁一起来到中国 但是我7岁我爸爸就不在了 虽然他没办法陪伴我到我长大 但是他给我指了一个很明确的路 让我知道我带他梦上来到中国 其实我当天我一落地一下飞机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我爸爸我到了 就是这一句话 所以我来到中国把家 家跟在这边了 对 那我就冒昧地问一句 家里的另一半是我们中国小伙子吗 是的 我另外一半呢 他叫谢俊 他是一名歌手和演员 他演过《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 因为他长得有一点点像 就白白净净的 有点像贾宝玉 但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把他蹭黑一点了 那你是怎么遇到这位贾宝玉的 就是我之前呢 有一个大弹 有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 他就给我说 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米兰 你有没有男朋友 我说我没有啊 他说你的要求太高了 我说没有啊 是人就行了 他说你的要求太低了吧 我说不是开玩笑了 我想要一个非常孝顺的 家庭观念比较强的男生 我感觉男人 要是家庭观念强 然后很孝顺的话 我们在一起 他也会很爱我 所以我的目标就那么简单 然后呢 他就说 那我手中正好有一个 他说米兰 把你的照片发几张给我 我说可以啊 只是我给他发的照片都比较 我感觉中国女人 不敢去尝试的照片 我给他发的是 我当时剃的关头 所以呢 我给他发我剃关头的照片 然后在这边发露铁的照片 还有发了一些 比如说打扮好自己的照片 因为我想让他看到 我所有的面 然后我们互换一下微信 互换微信呢 我们就开始聊天 然后他更坦诚的 他直接给我说 我有一个女儿 而且他说了这句话 让我感觉这个男生 是很真实的一个男生 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 有家给他 到有一天 他发了女儿的照片给我看 特别特别漂亮 我说这个宝宝的装子 谁给他画的 他说我画的 我说那就你的 你跑不掉的 我会嫁给你 就是那么一句话 给他说的 他什么反应呢 就突如其来的 你就说要嫁给他 他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他什么反应 但是我为什么要直接说 又嫁给他 因为我感觉是能把 小女孩打扮得那么漂亮 人算是他特别特别 有耐心的一个男生 然后那天给他聊完了以后 过一段时间 我给他说我要去看他 他又让我感动到了 我们到机场 他就是带女儿 一起过来接我 宝宝也做了一个主动 让我心都坏了 就是直接过来抱我了 拥抱我了 最后能让我完全留下来了 又是家庭 但是我一开门进去 整个他们都起来 过来拥抱我 特别特别温暖 所以呢 第一次回他家 再没走到现在 我们认识聊天到领政 不到一个月 我喜欢你的快乐 我觉得你在爱情中 有一种 很多时候 现在人很难做到的松弛 因为现代的爱情 总是藏着掖着 来回试探 所以我总是想确定 你对我怎么样 我才能释放我的真心 但是我觉得米兰 不是这样的人 你一上来就告诉他 你要嫁给他 用自己的真诚啊 不会因为他 在爱里面 有没有对你有反馈 或者回孕去动摇 你对他的真心 这个是我觉得好多人 现在都不能够去做到的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你啊 那今天老公和女儿来了吗 都来了呀 都来了 对对对 好想见一见 这个有爱的家 好好好 我们欢迎一下米兰的老公 哈喽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你们好 好可爱 你抱着的是老二是吧 对 这是老二 多大了呀 我们的咖啡豆 刚好今天四个月 我们谢俊也带着哈季篇 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 我是来自广东街阳 我姓谢明俊 然后这是我们的小咖啡豆 来 你自己介绍 大家好 我叫谢子彤 我来自广东街阳 这是我的黑妈妈 这是我的黄爸爸 子彤长得好好看哦 谢谢 谢谢 那妈妈刚来家里的时候 子彤怎么叫妈妈的 阿姨 那什么时候改口的 什么时候从Auntie改成妈妈 就是四天以后 我就叫妈妈 叫做妈妈你好呀 因为有一段时间 其实是她对我有 就是害羞 或者不想拉我的手 在外面走路 对 就是出去文具店 或者是超市的时候 拉着手 然后她就拉我手 然后我就一直放开 然后就走在前面 然后我问她 我说为什么 你现在不想拉妈妈的手 然后她说有别人要看 其实是外面的声音 就开始多了 她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对 然后呢 我老公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决定 她说你们母女俩 你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去 然后呢我就跟她去聊 然后聊通了 其实我老公也是偷偷地 在后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所以有一次 我回来了以后呢 她就叫我来 她说妈咪 你来 我们去文具店买东西去了 她就叫我妈妈 还拉我的手 我当时又哭了 很感性啊 从那时候 谁要说什么 不会影响到她 比如说她在学校 然后有人说妈咪黑的时候 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她说 你让你妈去太阳底下晒 一下就晒黑了 我妈是不会的 她越晒太阳越白 对 因为我的皮肤是 夏天的时候是特别特别亮 有光滋度 然后冬天的话是抹沙的 谢靳你知道你上场之前的时候 米兰一直就在夸你 从见你的第一面开始 觉得你特别真诚 然后特别可靠 对她又特别特别地好 那我想问你 你是什么时候 被我们迦娜姑娘打动的呢 她来找我的时候 我的内心里面 我已经知道 这个女孩子很傻脱 也很真诚 所以我内心里面 就已经认定了这个 这个黑不溜秋的米兰 后来给女儿看 女儿也说 安妮很漂亮 就是有点黑不溜秋 这就是她 我妈跟女儿两个人讲的话 但是我爸呢 她就有点不同意 她就觉得说 潮善人就应该 找潮善女孩子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 你观念不同 但是米兰 四月七号来 四月八号到的老家 见我爸 一个半小时 吃顿饭的时间 我爸就跟我说 来过来 你真的喜欢米兰吗 我说是啊 你又娶她做老婆吗 是啊 他好 我告诉你 首先第一点 你娶米兰 你必须对她好 只有你受委屈 没有米兰受委屈 我说干嘛呢 他说因为 你看她来中国 一个人无依无靠 嫁给你 你救她的靠山 你如果欺负她 她回娘家坐个飞机 都得二十个小时 你就不能欺负她 一下就收服了 对 然后见到我所有的朋友 个个都喜欢她 所以我觉得她特真诚 哎呀 很好 哎呀 我现在反而太期待了 你们一家 在这个舞台上 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表演 今天呢 给大家带了一首歌 就叫《知心爱人》 送给大家 《知心爱人》 有我的爱 伴着你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 感觉到我为你的心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 什么是缘 你是否也在等待 有一个知心爱人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 直到永远 慢慢长路 拥有着不变的心 在风起的时候 让你感受什么是暖 一生之中最难的 有一个知心爱人 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永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包复好今天的爱 不管后遇在不再来 我特别喜欢米兰 虽然真的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到现在 我已经有一种 家里姐妹的感觉在了 哇 谢谢 对 因为你身上 有一种特别生动的感觉 你在异国他乡 你要生存 你要找到自己的价值 你要组建家庭 但是你的身上 没有那种漂泊在外 那种孤独的感觉 反而永远是一种力量感 所以我真的祝你幸福 然后咱们就巅峰之夜再见吧 谢谢 我喜欢你的快乐 因为在你上台的这短短的 这么长的时间里 我是一直被你感染着 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内心有爱的人 你对子彤 我觉得你很爱他 你上来之后一直牵在他的手 我觉得内心有爱的人闪闪发光 谢谢你们 谢谢 我真诚地邀请你们 我们巅峰夜再见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们 谢谢 谢谢我们决赛巅峰夜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这个真的可爱 这个女孩好可爱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大家好 我叫殷子山 我是一名超声科医生 每天与电脑和仪器为伍 繁忙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平时做事喜欢别出心裁的我 今天要带来的表演形式 至少目前妈妈咪亚播出八季了 还没有人表演过 当然 这也是我自己第一次表演 大家好 我叫殷子山 我是一名超声科医生 那在现场我想先问问大家 有多少人知道超声科医生 是什么医生呢 请举手 啊 果然在我的意料之中 寥寥无几 其实超声科医生呢 之前我跟别人讲的时候 别人跟我讲说 哦 超声科 超声科就是 搞计划生育的 其实超声科呢 主要是从事一些 辅助检查类的工作 像有的人会讲 哎 他们超声科的工作很清闲 天天就是放着一坐 用手滑了几下 结束了 其实这都是对我们的一些偏见 我们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精密的 需要用专业的手法 打出人体切面 需要快速地分析判断病情 需要精确地输出病情描述 而这一系列的工作 都需要在非常短的事件内 由机器来配合完成 那我们需要做的 它就是往那一坐 用手滑了几下 开玩笑的啊 其实我们超声科医生呢 是需要具备很多的专业技能的 也正是因为这份工作呢 经常有朋友会给我咨询一些健康问题 前几天 我跟朋友一块吃饭 朋友问我 说 哎 我得了胆结石 你帮我看看呗 我说行啊 那你把你的报告单给我呀 他说 我没带 你不是超声科医生吗 你就用你的眼睛 给我看看不就得了吗 那是放射科医生 X光 我跟他说 你这个胆结石 严不严重 我不知道 但你这个肠石 肯定是有点问题 我的朋友听了之后 很难过 啊 我肠子里也有结石 肠石 其实呢 大部分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呀 还是会很好地配合我们的工作的 你像有一些疾病呢 是需要你来憋尿的 那我就会告诉患者呢 尽量憋满 很多人呢 他会先去憋尿 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膀胱里依然是空的 那我就问他 我不是让你憋尿的吗 这是 他拿出了一个装满淡黄色液体的 矿泉水瓶说 这憋的还不够满吗 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 我只能说 虽然他的膀胱是空空的 但是他的诚意 是满满的 其实呢 也是因为医生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我们平时上班呀 几家日值班呀 这都是常态 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 但是平时呢 都是我先生和我父母在照顾他们 我和孩子们呢 很少能见到面 每次见面 都是有事发生 要么孩子在学校惹了祸 老师把我请到学校去 要么就是孩子生了病 老师把孩子送到我的医院来 后来我先生跟我说 哎 就这种情况 要不以后你跟孩子们 能别见就别见了 一见面都是事 久而久之呢 孩子们也是对我这个工作呀 充满了好奇 有一天 我女儿问我 妈妈 你这个工作 具体是干什么的呀 那我就用孩子们 能听懂的语言 解释给她听 妈妈工作的时候 需要穿上一身 特定的制服 用超声波 去抓住那些 正在破坏人类健康的敌人 后来我听到我的女儿 跟她的朋友讲说 你知道吗 我的妈妈 是奥特曼 最后呢 我想说 作为一名医生 我尽职尽责 但是作为一个妈妈 我的确错过了 很多孩子们的成长 所以在这里 我想对我的两个女儿说 虽然妈妈不是奥特曼 但妈妈也会尽力守护你们 做你们生命中 永远值得相信的那是光 谢谢大家 我是殷子山 谢谢 哇 好精彩啊 这应该也是 兼职脱口秀演员啊 是不是 做脱口秀演员 是我的梦想 正在实现 这条梦想的路上 这不今天来到了 妈妈咪亚的舞台吗 那今天这段是首秀啊 对 脱口秀首秀 献给了妈妈咪亚 献给了你们 谢谢大家 你真是有天赋 天赋型选手 因为我自己 也做抖音账号嘛 我是一个搞笑博主 我觉得我自己 得了健忘症 而且还特别严重 具体表现就是 一旦想买东西的时候 就忘了自己 没有钱这个事 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自己觉得 工作压力大 想用这样一种方式 帮自己来缓解 当然还有身边的同事 因为我们同事 每天上班最大的乐趣 就是中午午休 坐在那个值班间 看我在那拍段子 然后慢慢地 大家觉得 既然 哎 要不带我玩玩 那来吧 然后慢慢地 我这个小队伍 就从我一个人 变成两个人 变成三个人 然后大家在一块玩 也在收获了 自己收获了快乐的同时 也带给了同事的快乐 当然也带给了 其他人快乐 收获了一定的粉丝 一定 是有多一定 也不太多吧 也就一百多万 哇 我觉得他这个行业 是难得地 在医生当中 能够及时给你反馈的 因为一般我们体检 都是拿报告嘛 像他们超深刻的医生 都是现场给你诊断病情 您说这个 我又想起一个事 也是一个 我工作中的 非常小的一件事 有一天呢 也是下午的时候 刚开诊 然后我正在 给患者做检查 然后躺了一个 四十多岁的姐姐吧 躺在那 然后她就很紧张 进来的时候很紧张 我说没事 姐姐你放松 我就正常给她检查 然后在这个 检查的过程中呢 然后我就 对 最怕你们这样叹气的 你们叹什么气 我叹了一口气 不要紧 姐姐坐起来了 医生 我怎么了 我是得了绝症吗 我说姐姐你别紧张 我就是中午吃多了 我这个扣有点紧 一是怕他们叹气 二是怕他们 突然跟旁边的 那个护士说两句什么 还怕长时间的沉默 不说话 你们说这个 都不是最可怕了 最可怕的就是 突然对你 特别的柔声细语 最近怎么样 你那个渴吗 就是突然就变得 情绪不一样了 有转变 突然不一样的那种 就怕医生 对你突然的关心 对 这太可怕了 跟你说生活中 有点什么 也都可以过去 对 这个也很可怕 那我就过不去了 当场 除了同事 家人也参与创作吗 家人没有参与创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肯定跟家人的支持 是分不开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当医生呢 平时工作 就非常的忙碌 然后平时已经很少 可以照顾到家里面了 然后呢 我还要抽出时间 分出精力 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爱好的事情 所以说这一点 要特别感谢我老公 真的是 没有他的支持和鼓励 我可能走不到今天 能达到这样一个成绩 说到你老公 一般男医生啊 都会娶女护士 那么女医生的老公是 当然不是男护士 我老公是一个工程师 我们两个属于截然相反吧 他是那种话不多 然后 但人也不狠啊 当然 但是就是 其实比较踏实 比较稳重的那样的人 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 我们恋爱中的小故事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刚认识的时候 那青年男女热恋的时候 会去吃个饭 对不对 一起去吃饭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拎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就是没错 就是你们想的那样 装垃圾的那种黑色塑料袋 后来到了饭店 他就把那个袋子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然后我们就正常吃饭 正常聊聊天 他也没跟我提过 这个袋子里是什么 旁边的服务生 几次散发过来 先生 需要帮您把这个垃圾处理掉吗 我先生不用了 不用了 就是这样 后来等到我们吃完饭 然后他送我回家 两个人压马路的时候 这个袋子一直拎在手里 终于我走到我家楼下 两个人say拜拜的时候 他拿出了这个袋子 给你 我说这什么 我说还要我拿到楼上去丢掉吗 他说送给你的 然后他转身潇洒地离开 然后我就拆开了 里面是一束白色的玫瑰花 是我最喜欢的花 我就站在原地 看它远走的背影 我就在想 这个花是有多见不得人 送离开之后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大哥 这个玫瑰花这么见不得人吗 还是说送给我见不得人 还要个袋子装着 然后他就觉得 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拿着花 他会有点害羞 不好意思 然后他也觉得 我是希望你得到这个礼物 那你得到了 我不在乎 我也不需要 别人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然后包括孩子很小的时候 去上早教班 我们家都是我先生带着去的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画面 就是人家早教班都是妈妈 年轻靓丽的 穿一个小围裙 带着孩子做游戏 我们家1085大哥 魁梧的东北壮汉 然后穿个小围裙 那个画面就跟红海尔一样 然后他就跟那儿 跟那个一群妈妈当中 非常认真的 带着孩子做各种的游戏 哇那这爸爸很棒 所以今天你在舞台上 是不是也要表达一下 对老公的感情 对我觉得表达就 对让他再接再厉吧 我喜欢这个态度 我来到这里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一位副手老师 就是因为我很爱好脱口秀 很想走条路 但是又很迷茫 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很神奇 大家知道我其实并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吗 你不是脱口秀演员 我从来没有讲过脱口秀啊 但是所有人都会认为 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其实没有讲过脱口秀 但是我们是另一档语言类的节目嘛 但是你讲得很好 你知道开放麦这个形式吗 他们的理念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 其实我感觉你攒的段子 够讲二十分钟了吧应该 我觉得开放麦还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其实脱口秀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它需要跟观众去互动 我看他们好多成熟的那个脱口秀演员好厉害 他们其实没有稿子 就可以跟观众一直说笑话 因为最近我也在学习 上次我去讲线下 我说我儿子叫什么名字 大家知道吗 多乐 对 然后前排一个大哥很紧张 说我真的想不出来了 我说没事又不是你生的 我也不会怪你 我觉得他讲得蛮好的 又很有天分 你以后去线下讲脱口秀 会邀请老公去听吗 如果有机会走到盛典的话 我可以把它带来 然后他坐在这试一次 太很开朗 他好适合我觉得 很松弛 松弛感太重要了 那咱们就 表个态吧 成人之美吧 必须的 来吧 谢谢 谢谢小林老师 谢谢 谢谢医生 谢谢大家 再见 有请下一位妈妈 这一世千万纠结出动了新鲜 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 留一片桃花纪念 了却浮生缘 眉目间 还有我的思念 我还想念 太晚了 前程素人 来世如一年桃花云过度 那一年桃花约念 那一年桃花约念 这时光在重复 在重复 听雨术 望天湖 人间流流情难诉 回忆慢慢 留在爱你的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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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仙气飘飘 刚刚下凡而来的妈妈 能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哈喽大家好 我叫丁燕燕 来自安徽省 博州市蒙城县 我是一名十岁孩子的妈妈 是一名才艺主播 那每天的才艺内容是唱歌 嗯 就是九宫阁 九个歌手在一个直播间 然后轮着唱的那种形式 然后每天都要从 呃中午的十二点五十分 然后一直开到半夜的十一二点钟 就这样 哇 十二个小时 那你这嗓子受得了吗 嗯 还是很辛苦的 说实话 经常会把自己累的生病 去打掉针啊 吃药啊 这些都有的 但为什么还要坚持下来呢 可以休息一下呀 嗯 因为我太喜欢唱歌了 因为我觉得是唱歌 然后改变了我的人生吧 怎么讲 其实我是被抱养的 我性格懦弱 也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我小的时候 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大家都会指着我说 哎 你是抱养的 然后你是别人不要的 然后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形成了自己就是 性格非常懦弱 不自信 所以这些话对你 其实伤害是非常大的 对 是 嗯 因为我童年的经历 我特别想有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呢 我很快就找了一个男人结婚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原来是一场噩梦 发生了什么呢 我很不幸 找了一个就是脾气非常暴躁的男人 经常会对我就是各种的暴力 他对我动手也就算了其实 但是 但是 让我不能容忍的是 对孩子 我的孩子 刚刚出生的孩子 他都会打他 就是一个小孩子 你说刚刚出生的孩子 他肯定会哭啊 对不对 但是他 主要一听到孩子哭 他就会打他 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很勇敢了 能在这样的场合 把自己受伤的经历 非常坦诚的去直面他 然后说出来 真的非常勇敢 嗯 后来也就是因为这个 他就跟他离婚了 嗯 就彻底离开他了 可能经历前面一段 我觉得可 是不是因为我找的男人不对 脾气不好 那我找一个脾气好一点的 可能就会对我好了 对不对 然后就能得到幸福了 于是 过了两三年吧 然后我认识了一个干工地的老板 但是 没有想到就是 我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 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嗯 他可欠了农民工资这一块 然后 嗯 我就问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他就说你不要管我了 然后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 但是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一起都有感情嘛 我觉得我一定要 无论想什么办法 我都要把这些钱还清了 就你要试图帮他去还这些债务是吗 对 我本以为我多付出一点 多忍让一点 就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然后我就 我就出去就去找钱嘛 我身边当时有一辆车 我就把它抵押了 当时拿了这个车的钱 然后就 从那些工人 就说 嗯 钱不够 我说先给你这些吧 然后后面呢 我会 肯定会给你还上 要不然我给你打个条子 那等于说你把这些债务都承担了 对 最后变成你需要去还他们钱 对 那这个男的呢 后来没几天 然后我就找不到他了 他跑了 他跑了 是 不行我要气一会儿 怎么不就叫你 对我要气一会儿 我觉得 他给我留下了最最后的一个电话 就是说 对不起 他说我没有 实在没有能力了 他说我欠的不是这一点点钱 然后 他说 这一辈子可能 没有办法还你了 等下辈子吧 那你总共要承担多少的债务呢 五十多万 这对一个女孩来说 这是一笔巨款 而且当时你还带着孩子 五十多万 是的 当时其实我是一名幼师 当时的工资只有两千多 然后我没有办法还这些债务 可是逼债的人他就紧追不舍 我又没办法 然后后来朋友就建议我说 你唱歌那么好听 你为什么不去直播呢 你可以完全可以通过直播就是 来偿还这个债务呀 于是我就尝试着自己直播 现在债都还清了 还没有 所以要从中午十二点唱到晚上 凌晨一两点 对 就是为了还清多年前 遇到渣男的这笔债 是的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 因为说句实在话 有的时候我们工作 真的是会有一种 真的是干不下 就不想干了 你有没有这样的怨气吗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也有的 真的 也有的 就是累的不行嘛 把自己累病的时候 五十个夜晚 我都是哭着过来的 经常枕头 都是湿的一片一片 但是没办法呀 我有孩子要养 我还有债务要还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坚强 经历了这么多以后 真的活生生的把我 变成了一个女强人 但是我觉得 靠我自己得来的 更劳稳 更幸福 问一下两位 如果你们在恋爱阶段 男朋友 要问你们借钱 你们会怎么处理 就是当男朋友 向我借钱的时候呢 我不会把他 看成我的男朋友 我只把他 看成一个人 然后就是我考虑 借不借钱给男朋友 跟我考虑 借不借钱跟朋友 是一样的 就是首先 我考虑他的偿还能力 对吧 我觉得他不还我 不只是说 我损失一笔钱 是我损失了 信任一个人的能力 就是我不想 因为他变成一个 以后再也不敢相信 任何人的人 我觉得这会是 他对我最大的伤害 第二个是我一定要知道 借去这笔钱的用途 我是一定会了解 追根究底 并且不只听他说 我一定会 多方查探 那之前他周围的人 你打听过没有吗 我没有 那真是 但我觉得要去找他要 对呀 但是找不到人了呀 我跟首尔 可能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是在于说 我会给自己设立一个 可接受的范围 而且我会预设这笔钱 就是还不回来的 且是我可以接受的 我看娱乐新闻 说金哥当年拍电影 是你压了房子 这事真的假的 他压的房子 但是我也确实出了钱 对 那段时间有没有想过 有可能真的是回不了本 肯定想过呀 那个时候 因为还年轻 确实也比较勇 你现在搁着我说 家里面有两个孩子要养活 我可能就没有当年那么勇 但那个时候一个是年轻 也确实觉得 就算是从头再来 我们靠自己的力气 靠自己的专业 还是能吃得到饭的 所以就坚定的去勇敢了一把 对 但是我其实特别喜欢 艳艳最后说那个话 你说终于发现 还是要靠自己 对吧 因为我中间 听故事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特别想劝她 就是 虽然我理解就是 原生家庭 会给一个人有很深很深的烙印 但是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 叫一段好的关系 可以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可是这话反过来是不成立的 你想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时候 不能从一段关系当中 去寻求依赖跟依托 所以你现在走出来了 我觉得特别开心 是的 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一些 不必要的挫折 但是 我们只要勇敢坚强 肯定还是会有彩虹的 希望你能够在自己的坚持 和努力之下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也希望身边有人 可以温柔地带你 谢谢老师 谢谢 这段话听得我鸡皮疙瘩出来了 我觉得 这其实是 妈妈们参加 妈妈咪亚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虽然在舞台上闪耀 但是我们也要面对 自己的真实生活 其实今天 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马上就要给你点一个赞 谢谢老师 决赛夜巅峰剑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燕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其实她一开始 是觉得爱情可以拯救她的人生 对 结果她在反复的失望中呢 自己成为了发光的人 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很让我感动的 我也希望能在巅峰夜 听到你唱更多的好听的歌 好不好 谢谢各位老师 好 谢谢决赛剑 决赛剑 谢谢 更多妈妈咪亚 独家精彩花絮 尽在百事通 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一些 不必要的挫折 但是 我们只要勇敢坚强 肯定还是会有彩虹的 有请下一位妈妈 大家好 你好 我来自山美水美的安徽省楚州市 我呢今年五十岁 这太不像了 看到这个舞台上的妈妈多才多艺 哎呦 我心里面就特别惭愧 我呢也没什么才艺 但是呢我有一个特长 就是啊 头发特长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头 谢谢 哇 好像那个小人鱼公主 这也太长了 这个得有多少量过吗 这个头发得有 我这个头发量过的 有三米多长 三米多 三米多长 哦 有三米一长 这头发持续的多少时间没剪了呢 痒了三十多年了 痒了三十多年呢 我这个头发呢 应该说是就是纯天然的 不染 不烫 也不用梳子 通常来梳呢就是用五指梳 还有呢就是主传的一些工具 这个银簪子 银针之类的 哇 那你这么长的头发 你在保养的过程中 虽然你很会保养自己的头发了 因为这么多年了嘛 你还是会有一些时候会觉得很烦吧 应该还好 其实头发的护理保养啊 这么多年我还是有一些心得的 在头发保养护理方面呢 就是我收集过很多的一些经验 走访过很多的这个长发女之乡 其中有一次呢 我到了广西桂林的世界第一长发村 那里源源不断的这个长发文化 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他们呢是用陶米水洗发 后来回来以后啊 我也向左邻右舍收集陶米水 洗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有个酸味 而且这个头发呢就是不够柔顺 就是不丝滑 后来我就继续的找寻 有一天呢 听我们当地的一个人说啊 这个除州的黄斧山啊 有一个百岁老人 他的头发呢很长很黑 而且呢身体状况也特别好 我就怀这个特别好奇的心理啊 我去拜访了他 在深山当中呢 找到了这位老人 他呢跟我说 孩子啊 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秘籍啊 我只是呢 在他小的时候呢 他妈妈经常在这个黄斧山的南边 采集野生的茶叶 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 用皂脚洗头发 加上这个茶叶去浇洗 他的头发呢就特别的柔顺 特别的好 那么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我们的洗发水都是自制的 哇他刚才讲这一切像是我小时候听故事 是 就是深山里面有一个百岁老人 有一个长寿村 对 哇好厉害啊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我原来短头发 最近开始留长头发了 长头发真的很麻烦 是的 清洗也麻烦 然后保养也麻烦 就是你留这么长的头发 那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 她的头发呢也特别长 但是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啊 不得已剪去了 她那个时候的两条极地大辫子可漂亮了 因为极地大辫子还收获了特别美满的爱情 极地大辫子 就是两条麻花辫带能拖到地上 对 后来她剪掉了以后呢 我小的时候呢就在床底下 找到了她剪掉了两条大辫子 哎呦我就在身上美美的样啊样啊样 哎呦 然后我突然间我就觉得 我也应该留长发 我要再次圆母亲的这个长发梦 三年前有一天呢 就是早上我洗完头发 想送孩子呢去上这个兴趣班 头发没干 我呢就是很草率的 插了一个簪子 然后呢把这个头发呢就是盘在了头上 送她去上学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呢 完了 头发打不开了 就在这个地方 发际这个位置下不来了 哎呦 顿时啊 我心里面就一凉 我说可能这辈子我都要和长发就是 挥别了 我就尝试着 怎么 都离不开 哎呀 然后 这个时候真的 还是母爱的力量最伟大 我亲爱的妈妈来了 妈妈说 孩子没关系 有妈妈在 我们尽量解决这个问题 能保留多少是多少 我的母亲 每天早上七点钟到我家里面来 站着给我梳头发 用两根主传的针 每天晚上七点钟回家 连续五天的时间 给我梳开了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可能就是整个发量的三分之一 那么我现在还能继续我的这个长发之梦 哦 所以呢 我 在母爱的滋养下 我长大了 我的头发也不断的长长 现在就这么长了 因为妈妈以前也有长发的梦想 但是没有实现 但是你把这个梦给传承下来 并且坚持的这么好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 我还有第二个特长呢 哦 还有特长 就是我的女儿头发也特长 女儿头发有多长啊 女儿的头发将近一米九 女儿多大 女儿多大 她今年十五岁 哇 十五岁到一米九 她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马上呢 即将和我一起表演一个节目 很期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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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他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上一次 我们下一次 这四岁了 也有 我们下一次 我就说 好 好 哦 好 这 从未来传开 从未来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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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混搭吗 这点混搭了 从草原到的斯卡布洛吉起 在春天虚乐的游泳 我愿去说和你相遇 幸亏是伤害要多爱 幸亏是伤害要多你 幸亏是伤害要多你 我是从五岁开始留长头发的 那你会不会要花很多的时间 在打理你的头发上 打理头发的话 花费的时间肯定是多的 但是因为现在学业重了嘛 所以一般情况下 是我的妈妈帮我一边打理头发 然后我一边看书写作业 我一般给我女儿洗头发 可能一次呢 要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首先啊 是用祖传的这个银簪银蒸 分别将头发封成三份或者四份 放入到doremi fa 三四个棚当中 然后用清水啊 将头发先打湿 再涂抹配置的自制的洗发水 进行按摩洗发 接下来呢 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再用温水冲泡的 黄斧山米的茶叶汁浸泡头发 最后啊 将头发呢 放入到散发幽香的 南花水汁当中 浸泡两分钟 之后擦干 一套流程下来呢 能起到去除头屑 去污软化上光增香的功效 传承下来了 以前是你的外婆 给你妈妈洗头 现在是妈妈又给你打理头发 我有一种 在看一个故事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如果呈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女子 瀑布般的青丝 铺沉开来 然后可能她的妈妈 帮她在书里洗头 然后再往下的时候 另外一个年纪更小年的女孩 可能也在画面当中 就是我感受到的是 一种家里面的传承 它可能最开始只是 源于一个小小的习惯 或者是爱美的 一个小小的心愿 但是慢慢可能就带有了 更多情感上连接的部分在了 是的 是的 所以那我其实觉得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 已经完全达到了 不管是你的长发文化 还是跟孩子之间 这种情感的连接 那我们也希望 借由这个舞台 有更多的朋友 了解到这种长发的文化 了解到这种 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对一些仪式感的坚持 感谢 更多妈妈咪亚独家精彩花讯 尽在百事通 感谢新媒体大屏 独家播出平台 百事通IPTV 互联网电视 有线电视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新浪微博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新浪新闻 百度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